L Senior 跟李老師聊他的攝影技術 我知道 你在大陸是北京嗎 跟大陸的朋友 好像尬过一次 那个睡领的比赛 就是私下的睡领的比赛 因为对方是什么人 然后你们是怎么样的比赛 听说还蛮精彩的 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 这是讲起来是一个故事 这个可以分开 分开成两个故事来讲 第一个故事是我当评审 我来决定评审 别人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三名 另外一次是人家来选我 在对方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之下 他是怎么去挑人 这个等于说是 主客意味的情况之下 那先说第一次 就是说我当评审 那你们为什么当评审 什么样一个状况之下 你必须要请 他那个评审 等于算是拍这个风景跟人物 风景跟人物的两次比赛 一次比赛 那结果呢 当然每个人 谁是前几名 一二三名 这个各个 各个评审是见仁见智 有的认为第一个应该是第一名 有的认为第二个第一名 所以评审之间的意见 那就不是很一致 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同 后来问到我为什么挑A这个片子是第一名 挑B的片子是第二名 的原因在哪 标准和爱 标准在哪里 我和别人甚至不以为了 他认为第二张 对对对 我认为第二名是一个风景 风景真的很漂亮 有晚霞 有花 有河水 风景真的是非常难得的风景 第一名呢 他不是风景 他是个人物 看起来那个人物也不美 然后他的姿态也不是很标准 那你为什么选一个没有风景那么漂亮的作为一个人物 你居然会把它调为第一名的原因 我觉得你调的是人物 我调的是人物 那其实我选第一名 并不是因为他是人物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那个风景拍得好不稀奇 因为那个风景它本身的条件就已经很棒了 这个远三那间的风光明媚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拍好本身那个摄影者没有赋予他加分的意义 只是把它一百分 我拍了九十九分 那就已经够了 所以他本身就很好 但是我认为这个第一名情况就不是这种情况 第一名他这个人并不好看 然后呢 但是呢 他这个摄影者 他会拍这个人 这个人别人绝对不会去拍这个人 不是他看到好风景 但大家就开始拍 这个人大家不会去拍 但是这个人会拍这个人 他会觉得是这个人的那份深层 他的那种风霜精力 那可以加上他的面容姿态跟他的背景上表达出来 换句话说 摄影者有把他的那份观察力 特别的观察力赋予到里面去 这就是有加分的部分 我要看到的是摄影者加分的部分 而不是只是看到说本来就好我就把它拍好 所以说一个好照片 第一个你要有独到的见解 而不是说拍这拍一个大家都认为好东西而已 就是说他不但是拍得好 而且他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在里面 对 你有赋予他独到的意义 这一点是这个摄影里面 不只是表达个画面 还要表达我观察者 你那份心思在里面 这是说我为什么选他第一名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这个画面漂亮 而是我有看到这个摄影者 他有一个独到的心思跟观点 而是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这点是我给他第一名的原因 这是这是我能够决定一个好 这个片子的好坏 这一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故事呢 比如说你说老板怎么选到 另外一个老板呢 那是在台湾的一个故事 不是在大陆台湾 他是要拍一个产品的发表会 他就找了三家公司能够拍照的公司来 那坦白说我不是一个摄影公司 我是个设计公司 但是另外那两家呢 真的是专业的摄影公司 这点真的要比摄影的话 那我是望尘莫及 这点我自探不如 结果这个老板他要选他怎么选的呢 他把他上一次的发表会的照片 把整个秀出来 那让我们这三家公司去看 不要跟你一起来表达这样子 看你三家公司怎么去表达的 表达你看到的什么东西 就是你看到摄影者拍的什么东西 那第一家公司谈的让我非常的钦佩 他看完以后他马上就可以说出来说 他可以看出来这个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什么镜头拍的 哇 厉害 一看就晓得什么相机 后来那个老板他就问这个人说 你说的你有百分之几的把握 他说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果然被他讲得对 他说真的是用相机 是用那种镜头拍的没有问题 表示这个真的是很专业的 后来就轮到第二家公司去谈 就看 他一看他说 我知道你这个你的相片的冲洗 是用哪一种系统的冲印的设备 用哪一种药水 哪一种相纸 我一听 这也很厉害啊 哇 这个绝对不会输给第二家 不会输给第一家 不会输给第一家 就换我这第三家去讲 我先讲我没得讲了 讲完了 相机也讲完了 相纸也讲完了 后来我就想我要讲什么东西呢 我真的是 人家真的是讲得非常的非常的专业 我就讲是吧 我猜拍的这个摄影者是一个记者 那他就问我 你何以认为他是一个记者 我说他绝对不是一个摄影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摄影公司拍出来的风格 不是这种风格 这是记者拍的 记者他为什么 他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他把每一个发表会的timing 抓得非常的精确 他把那个拍摄的程序 镜头从这个过程 并且每一个比方说客人来 重点的客人来 什么时候去握手的时间 眼神交换的时间 抓得非常精确 哇 这个不是一般的摄影公司 摄影公司是慢工出细活的 他那种是每一个台名 抓得非常精确的 我说这个东西 我说第一个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记者拍的 第二个 那我跟他说 我还可以猜 这个记者的身高 他说何以证为是身高 我说因为拍摄 他都有一个角度 我说这个身高在190公分 到195公分 因为他拍的几乎每个都是老门 很高 所以你从这个上 我可以猜出出来 这个记者的身高 大概195公分 第三个我还可以猜出来的是 哪一个公司的记者 因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记者 在195公分的身高记者 只有那一个 谁拍的你觉得 我说谁拍的我可以猜得出来 那后来那个人就问我说 你对你说的有几分的把握 我说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然后他说何以没有保护 因为我知道那个记者 两年前就出国了 然后他说 不幸被你不幸而研究 因为他出国了 所以我才找你们来 表示我还是说对的 后来 所以我们这三个人 变成讲的是三样东西 第一个人讲的是 什么相机的系统 第二个人讲的是 相纸的系统 第三个人讲的是人的系统 后来那个老板 找了一个人的系统来拍 因为他认为我 对这个摄影者的 每一个 那每一个这种因素 都充分掌握住 而且他居然能够说到 是谁拍的 他就觉得这很意外 对 所以这也是说 可能也是说 我在表达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真正要表达是 我摄影者的元素 而不只是说 技术上的 这一个东西的元素 对 不是技术面的 不只是技术面 所以这就招了 有一句话 就是广告用词 他说他傻瓜你聪明 对不对 他傻瓜你聪明 虽然我们用了一个 傻瓜相机 其实现在我们这 数位相机都是傻瓜 几乎都是傻瓜相机 他傻瓜但是你聪明 就是每一个摄影的人 他必须用自己的一个 你自己的人文素养 或是你的看东西的角度 是 拍出来 这个作品才会有灵魂 是不是 对 我们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心灵去拍 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有灵魂 所以他傻瓜你聪明 这句广告才说 这太好了 所以我们在下一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谈这个 公寓善情室 必先利其器 你觉得这个工具跟我们这个拍照 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我们下一节再来讲 好吗 好 谢谢